在前面的剧情中,唐三与马洪俊一起建立唐门,马洪俊可以说是开宗创始人之一了,因为宗门两人现在是光感司令,有史莱克七怪之一的宁荣荣这层关系帮助,唐三拉到第一笔投资,七宝琉璃宗也入伙进唐门。 因财力领导人都确定,还缺人工,也就是宗门的工人。 所以唐三起步去了励志一族,去找了组长泰坦前辈,因为泰坦原属于浩天宗而且听命与家父唐浩,再者唐三与泰龙是同学关系,而且还一起拿下了魂师大赛冠军,这层关系,励志一族答应入伙。 但人缘依旧不够,接下来的剧情,当唐三介绍起,唐门发展暗器,并且展示了暗器的作用,这种好事,泰坦不想一个人独吞。 所以,在最新的141集预告中,泰坦带唐三来到了玉之一族,玉之一族和励志一族本都属于浩天宗附属,而且族长牛高与泰坦两人是好兄弟。 而且,两人魂师不相上下,牛高86级魂力,泰坦则低两级。 两人可以说在魂斗罗级别上,都是能够排上号的。 即使像独孤伯这种封号斗罗,也是有一战之力。 而作为玉之一族的族长,当看到唐三来到时候,因为不认识唐三,眼中充满着嘲讽的表情, 在他看来,唐三是晚辈,按照他的年龄,因为和他孙子一般大小。 应该是泰坦的弟子或者孙子辈关系,算辈分也要叫自己爷爷了, 可唐三一进来也没有拜见自己的意思,所以才引起了牛高的不适,眼前这小伙不知道大小王。 而当唐三介绍自己时候,听到唐浩的名字,心中更是怒火蓬发。 因为单属性四宗族,混成今天这般模样,全都归功于唐浩和浩天宗, 所以眼中充满着恨意,如果不是泰坦在这里。 估计牛高二话不说就开打了。 最后牛高的话语中,提到唐三太猖狂了。 估计是要与唐三展开对决。 不知道这次唐三该如何面对,毕竟家父唐浩与他们有仇, 泰坦前辈不好帮忙,也是足有为难, 来这里就是为了收复玉之一族,既然收复实力还是最重要的, 魂帝对战魂斗罗。 期待唐三与牛高的对决。 对此漫迷们期待吗? 欢迎留言讨论,我们下期再见。